針對中文的部分 因為剛剛講說可能大家 還有些還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就介紹一下 我上面已經有寫了喔 你如果不了解 你不會跟法官那樣 你不要說 台人完翁啊 這樣就不好了 因為呢 下面我有寫一下 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呢 有那個YouTuber 他就在他的影片裡面 用了很多大量的華康的事情 但是他沒有買 所以就怎樣 就被告 老實講 字體本來就有版權 只是呢 以前大家都沒有注重 想說 電腦買來的時候 就不小心裡面就有 有沒有 這樣不行 那我們現在的華康 他稱作威豐數位 就那家公司叫威豐數位 他後來呢 其實 也因為這個事件 讓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原來Windows內建的事情 是不是有細明體 有標開體 也是他們家的 而且呢 你要用 可以 只能用在自己這台電腦 沒有商業授權 也就是你今天 公務電腦也是一樣 你要用標開 要用細明 其實事實上 標準的程序來講 他要跟華康買授權 可是 他後來已經有聲明了 他說 我們從來沒有主動 像網路有沒有 搜集微軟系統 內建自行的授權費 所以這個讓大家放心了不少 因為呢 現在大家都是現行辦 好嗎 哈哈哈哈 因為你一定有用在別的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你超過那個實用範圍 反正你現在就知道 他微軟沒有他的版權 好 那我們往下走 你了解這樣之後 我們先看看 所謂的華康字體 他字型真的很多 真的蠻多的 但是我們的重點是 你要看一下那個授權方案 在這裡 有沒有基本版 一台幾年千倍 專業版 一年兩萬次 一台喔 不好意思喔 可是重點在什麼 你想說我一定買比較便宜的嘛 你看一下 基本版 只能用在印刷品 有沒有注意到的 請問 你用在網站 用在電子報 用在影片上 是不是叫做印刷品 當然不是啊 所以你要買哪一個 專業版 這樣你願不願意 不是啊 因為我廣告公司的朋友 他沒辦法 他們就要一年花這樣的錢 那你往下走 你往下走 在這邊 他就告訴你 基本版專業版 有哪些 有沒有五千多套 我給你講 你有五千多套有什麼用 你會用的還是那幾套嗎 哈哈哈哈 你裝那麼多事情 只有會讓一件事情 你的電量變慢而已啊 真的真的 那下面他也有單套的喔 你看一套兩千塊 其實以前我們在買的都是買這一種 就是有時候有展覽啊 或什麼資訊展 是不是也有賣 但是我們都沒有注意他的授權範圍 因為這個也只能用在哪裡 你知道嗎 印刷品上面 有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反而印刷的機會比較少啊 你用的網路上的機會比較多 你看你不能做Logo 有沒有 如果你們自己發行的報紙 有沒有網路上 有時候會有一些免費的報紙嘛 小的也不行喔 而且不得將他用在這些 有看到吧 電子看板能不能用 這樣有沒有發現 網站能不能用 不能用 電子書能不能用 不能用 對啦 就說印刷的話都不能用啦 印刷包括這個也不行喔 對不對 報紙也不行啦 對啊 但是他已經強調你不能用啊 所以 你知道為什麼了吧 所以如果你電腦沒有這些的 那另外呢 穩頂自行也是國內算第二大的嘛 你看一下 他們家自己沒有那麼多 九倍六九 可是呢 他的授權 也是分兩種 標準的 一年四千九 進階的九千八 那這兩個授權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自用跟他用 單號的你也可以買一年一千五 他現在就是我會給你賣一段 你知道嗎 因為他被欺負太久了嘛 他終於我可以授權的 可是我們一般會覺得啦 他的授權就是沒有彈性 你自體 我哪有可能 你自行又沒有更新 我每年他給你買 對不對 對 就算你有更新 我也不見會用到啊 我就用那幾套 我不行嗎 他就不要啊 那我往下走 你看 他所謂的這個授權範圍 就只差在什麼 自用跟他用 有沒有看到 以自用為目的的 你可以用所謂的標準版 以提供他人為使用的 就要用所謂的進階版 而且他這樣有個好處 他有長期犯票 我不付錢 我就 我就 對不對 所以現在 反正這個事件 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就是自體真的有版權 那你如果要用 不要隨便亂用 所以我那時候會寫這系列文章 的目的就是因為 覺得說這樣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就早一些 可是真正 中文字體的部分 老實講不多 真的不多 主要是王漢中這個比較多 你點進來 他有蠻多的 有這些有沒有 有這麼多可以用 所以如果說各位 公務的電腦 我就建議大家 就剛剛那些不該有的字體 最好就移除 移除的目的 不代表說你現在有用 因為你沒有用 放在裡面 萬一不小心用到 也會出問題 對不對 我們就盡量減少那個機會 你就移掉就好 這樣了解啦 這個你就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網路上有很多 網路上有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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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